这是唐代李白所写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李白和孟浩然的感情不是用一般的友谊可以来描述的 其实孟浩然比她大十几岁 当李白刚刚出道的时候 孟浩然已经凭着《维云淡和汉》 《书语低无同》这样的名剧轰动惊师 我们从李白后来的作品可以发现 她对自己的人生理想 那个期待是功成名就以后 泛武舟细苍舟 可是孟浩然却不太一样 孟浩然是喜欢陶醉在山水之间 过着自由而愉悦的生活 所以李白在《赠孟浩然》一诗当中说 无碍孟夫子 风流天下文 红颜气轩勉 白手握松云 这正是李白在告诉孟浩然说 我欣赏你跟羡慕你喜欢你的地方 那么今天介绍的这首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它其实就是一首送别诗 不过跟一般我们听过的送别诗来比较 它的伤情部分是很少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两人的离别 是在一个开源盛世的时刻 它们的生活是太平而繁荣的 季节呢又恰恰好是烟花三月 农历的三月 如果喜欢到江南一带旅游的朋友就知道 繁花盛开 春意正农 从黄鹤楼到扬州 一路上花开的 就像沿途铺满了锦段一样 非常的美 广陵就是扬州 当时已经是个民都 像李白这么浪漫又喜欢游历的人 对于这样的离别 怎么会觉得悲伤呢 他完全沉醉在愉悦的 抒情的一种心情里 所以他当然也觉得 孟浩然的这趟旅行一定也很快乐 他向往扬州又喜欢孟浩然 这趟送别就没有任何的悲伤了 我们来看第一句说 故人惜词黄鹤楼 我们都知道黄鹤楼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仙人飞上天的故事 那这句诗的意思也就暗示了 心情像要飞上天 接着 烟花三月下扬州 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季节 在农历三月的时候 他用了烟花两个字 描述那花开的美丽 让我们的眼睛都迷蒙了 这一句不但展现了景象之美 也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时代繁华起立的氛围 难怪这一句称为千古名句 接着诗人说 孤帆援引避空尽 围见长江天际流 描述的正是 他看着那艘帆船 远远地慢慢地 引没在碧绿的山水之间 他可以看得很远很远 因为他是站在黄鹤楼上 但是看着看着才发现 什么时候那艘船已经不见了 眼前能见到的 只是滚滚长江的水 浩浩荡荡地流向天边 这首短短的七言绝句 让我们看见了一场充满诗意 两位潇洒的诗人 他们离别的景象 这个景象是没有哀伤的 这个景象让我们看见的是 文人们他们的真性情 故人西词黄鹤楼 烟花三月夏阳洲 孤凡园影碧空尽 围见长江天际流